弟兄姊妹们早 我们今天早晨又在主里面相聚在一起 开始的时候我们现在唱一节诗歌 这诗歌的三百五十四首 它隐藏我魂 这是非常好的诗歌 我个人很喜欢这诗歌 它特别讲到 主用祂爱的双手来把我们藏身在祂的盘石虚中 那里有主要露泉永留 所以这诗歌就是我们学习 把自己投身在主的怀抱当中 来与主交通让主用祂爱来遮蔽我们 我想我们就上第一节唱两遍 好的奇妙救助 是耶稣我主 祂是我的奇妙救助 祂隐藏我本在盘石的玄作 在盘石的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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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是我的奇妙救助 又用祂生手来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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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遍 小弟同子们们 你们可以在家里面也和我一同唱 第一节 祂的奇妙救助 是耶稣我主 祂是我的奇妙救助 祂隐藏我会在盘石的玄作 那里我借了借用流 祂隐藏我本在盘石的玄作 祂隐藏我本在盘石的玄作 因皮肝和皮发之地 祂救过生命 从祂爱的身处 又用祂生手来遮蔽 又用祂生手来遮蔽 我们一点祂祂 祂祂祂 祂祂今天造成 我们再来投靠在 祂的怀抱之中 亲爱的祂 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代当中 祂是我们的避难者 祂是我们的盘石 祂是我们所依靠的净策 我们能够长生在主的胸怀中 你用你的圣手来帮我们遮蔽 这叫我们形成何等的安息 何等的甜美 主啊 让我们今天就在聚会当中 来听听你的声音 来赞量赞量你的荣美 主耶稣愿你眷顾你的儿女们 在这样艰难的时代当中 能够享受到你的同在 享受到你的恩典的佛辟 享受到爱的眷顾 我们把早生的聚会 献在主的手中 求你吹气着的话语中 让我们做传张的信息 不是只是外面一些知识道理 我们更能够借着你的话 我们来进入和主的交通 来让我们的主 有你丰富的恩典来托着我们 带领我们走前面道路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早晨要和地上姊妹 来到圣经 创世纪第五章 我们从第四节 到二十九节 亚当生圣经之后 又再世八百年 并且生而养年 亚当共活了九百三十岁就死了 赛特活到一百零五岁 生了云罗斯 赛特生云罗斯以后 又活了八百零七年 并且生而养年 赛特共活了九百一十二岁就死了 云罗斯活到九十岁 生而该男 云罗斯生该男之后 又活了八百一十五年 并且生而养年 云罗斯共活了九百零五岁就死了 赛特生云罗斯以后 盖男活到七十岁 生了马勒利 赛特生云罗斯以后 又活了八百四十年 并且生而养年 盖男活了九百一十岁就死了 马勒利 马勒利活到六十五岁 生了亚罗斯以后 马勒利生亚罗斯以后 又活了八百三十年 并且生而养年 马勒利活到八百九十五岁就死了 亚罗斯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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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了云罗斯以后 亚罗斯以后 亚罗斯以后 又活了八百年 并且生而养年 亚罗斯以后 神将他娶去 他就不再死了 马勒利活到一百八十七岁 生了亚罗斯以后 马勒利生亚罗斯以后 又活了七百八十二年 并且生而养年 马勒利活了九百六十九岁就死了 大勒利活到一百八十二岁 生了一个儿子 跟他亲民叫努亚 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 和受伤劳苦安慰我们 我们再读 我们再读 第七章 第十一集 第十一集 十二集 《西伯来十二集》 义诺应着信被挤去 不至于见识 人也找不着他 因为神已经把他挤去了 只是他被挤去以前 已经对了神 洗予他的名字 我们在的犹大书 启示到前面的犹大书 犹大书只有一章 我们都以十四级跟十五级 亚当的七四孙一诺 曾预言这些人说 看啊 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 证实那一切不尽全的人 所忘形一切不尽全的事 又证实不尽全之罪人 所说隐藏他的刚笔话 好 我们就回到《创世纪》第五章 今天早晨我要呈将的信息和题目是 《超越过死亡全世的路》 刚才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五章 特别是开头那一段 从第三集到二十集 下面几集也有 这段圣经我们读的时候 你就知道 它里面主要的就是种这三个字 就是亚当生多少岁 一半三十岁 生个儿子 生了赛德 那么然后呢 生了养女 然后呢 亚当就死了 然后甚至也是这样 一半年五岁 生了伊罗斯 生了伊罗斯之后呢 又生了养女 那么然后到九半一十二岁就死了 伊罗斯也是这样 盖兰也是这样 马勒尼也是这样 亚历也是这样 一代一代的人 所有人来的描写 就给我们看见了 所以这段圣经就是讲到 虚幻人生的一种光景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从亚当所下来 所有的亚当的子生 都是逃不开 生 养 死 这三个字 你想象 我们这许多人在地上活着 不管是你活多少岁 都是生下来 然后呢 生了养女 然后到死了 这个就是人生虚幻的光景 所以难怪许多人啊 就那么人生虚幻短暂的里面 就是这些事情 有一个老先生呢 他辛苦经营 他一生做了很多的事业 他也列下很多的产业 那么当他在事业上经营得非常丰富 有很多的产业 但到他晚年之后啊 到晚年的时候 他身体不好 他快要死了 所以他想象 他就叫他儿女们来 他就对他儿女们说 我这一生啊 劳固经营 辛辛苦苦 占了不少的钱 留下了很多的事业 家产 现在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什么都不能够带去 我能不能够请你们 这件事情啊 就当我死的时候 你们在我两个手上 放两个银鱼 走走一回 又走一回 那就表示啊 我虽然空手而来 我这一生别的都带不去 我至少带两个银鱼去 好 可以安慰自己啊 我这一生 终是没有空跑 那么他儿女啊 都很孝顺父亲啊 他爸爸 你放心好 我们一定在你的两手当中 给你放上这个钱财 那你等 哪里小的 等到这个老先生过世的时候 就走了 他儿女们真是把两个银鱼 放在那里走搜 放在那里右搜 但是呢 一放上去 就掉下来 一放上去 就掉下来 所以这个老先生走的时候 连一块银鱼都带不去 这就是虚幻人生的描写 并且呢 还有一个可怕的字 就是 所以啊 这个除了讲到人生虚幻之外 也讲到我们人类的两大仇底 我们人类的两大仇底 第一个仇底 就是罪 罪我 这个罪的东西啊 来 住在我们的心中 来住在我们的往 就杀制我们 带给我们痛苦 带给我们 一生 活在一中 那个说杀制 说捆抱的空间之中 叫没有安息 所以这时候我们人类啊 从孤到孤 没有人能够胜过罪 被最老老的挟着 第二个仇底呢 是死亡 我们人呢 一提到死亡 这个十字都是很可怕 有一个 德国有一个枪炮大王 他是 你想想 他发明这个枪炮 发明这个武器 那都是要伤人的 但是呢 他最怕提到死这个字 所以一提到死这个字啊 他就非常的恐惧 非常的在去 所以他呢 在家里说 你们讲话 不要说死啊 死啊 死的 但有一天呢 他有一个亲戚 他太太的一个亲戚 来住在他家中 结果他死在家中 那下他可不得了了 这个家 这个房子 住过死人 所以呢 他这个家都不要了 他干嘛 一个枪炮大王 他居然害怕死亡 爬到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这种人生最大的威胁啊 就是死亡 一直到今天 我们人都讲究卫生 讲究 代理身体健康 都是为了要避免死亡 但是 谁能够避免逃不掉 这个死亡的 权势的威胁呢 没有 但是有一个人 在这样 就是历史历代 这个 所有的人呢 都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有一个人 他却 从这个死亡的阴影当中 就跳出来了 从死亡全是直下了 就跳出来了 最后就是义诺 当然后来还第二个人 就是伊利亚 今天我们不讲伊利亚 他讲义诺 这个义诺啊 当他活到六十五岁的时候 他是那个儿子 他预生了三百年 就他三百六十五岁的时候 他就活着到神那里去 他是唯一一个不见死位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正是啊 我们人 许多人一生追求 盼望能够逃脱死亡的权势 我们一生是追求的梦想 就是能够活的 能够活的 长生不老 所以我们中国一个秦始皇 他虽然是同意了天下六国 但是他想到 人中国要死 所以他曾经 拆遣五百个童男童女 到海外去求了长生不老的药 结果失望而回 秦始皇虽然同意了天下 他还是死亡 进到死亡里面 这个义诺 在这么多千千万万的死亡当中 义诺是单独的一个 不见死为 没有尝过死的味道的人 所以加上十几天我们问大家 如果这些东西是单独的人物 你最喜欢走哪一个人 你最喜欢你的人 你这个人生像哪一个人 那假设叫我选的话呢 我一定选 我希望能够像一乱一样 能够不尝死味 不见死 不尝死的味道 那时候多好啊 那么我们要问 义诺 为什么 能够不尝死味 能够活着背景到省那里去呢 这就是今天 我要和弟兄姊妹 我们一同的交通 一条必死的路 一条超越过死亡诠释 死亡威胁的道路 所以今天我们和弟兄姊妹 大家来看看 一路是怎么 从这个死亡的诠释之下 去跳脱出来 那么我想我们第一点呢 要讲到义诺得中了神的启示 义诺是一个相信神的人 所以当他65岁的时候 他生了一个儿子 因为义诺姓神啊 所以他就去问问神 神啊 谢谢你给我一个儿子了 你看看 神啊 我要给这个儿子 取什么名字呢 神就跟他个启示 你叫他马兔萨拉 马兔萨拉这个名字 什么意思啊 马兔萨拉 他的西班牙的原文里面 他有两个字连接起来 一个是大爱 一个是圣 一个是死 一个是猜 那么这个意思呢 就是讲到啊 当这个人死的时候 神就要打发 那些事情来到了 就这些事情要发生了 好 那么我们 来年轻年轻年轻啊 来试试看 一诺 的儿子 马兔萨拉 死的时候 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这是个算术问题啊 一诺 六十五岁 生了马兔萨拉 那马兔萨拉 一百八十七岁 生了个儿子 叫拉麦 这个拉麦生了之后 马兔萨拉 马兔萨拉 是多少岁 一百八十七岁 马兔萨拉 那马兔萨拉呢 一百八十二岁 生了楼养 一百八十七 加一百八十二 所以生楼养的时候啊 马兔萨拉是 三百六十九岁 那马兔萨拉活到多久呢 马兔萨拉 活到九百六十九岁 三百六十九岁 生楼养 那么九百六十九岁 这个马兔萨拉就死了 所以那么中间就差六百年 那就是楼养六百岁了 好 弟兄姊妹 那我们想想看啊 当楼养六百岁的时候 马兔萨拉最好九百六十九岁 那么楼养六百岁的时候 有什么事情发生啊 那就是洪水 一个大的罪难 发生 那圣经里面说 当楼养六百岁的时候啊 这个天上大鱼 你全都开了 四十周一的大鱼 青铺大鱼降临在地上 把整个世界的高山九龄 通通都毁灭了 把地上所有的活物 除了楼养一家八口 和那家带进方舟去的那些动物之外 所有的人类和动物 通通都被厌死了 这就是神的审判 所以楼养六百岁的时候啊 就是神的审判要来到 所以到那天神的意诺所 你的儿子马扑萨拉死的时候呢 那一件事情要发生了 那就神的审判要来到 所以就像指定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一个预言 就是当马托撒他死的时候 神的审判要临到全世界 洪水的发生 就是整个世界要被神的审判 那么这件事情呢 从静处所 那就是当时代 楼养那个时代 因为人犯罪走得太厉害了 所以神借着洪水 越没了整个亚当的子神 除了楼养一家八口之外 那么从远处所呢 就用什么 马扑萨拉这个意思啊 也讲到 预言到 这个时代的末了 有一天 神的审判要临到全人类 是指着我们在末后的时代 所有亚当之神 主耶稣就都要来 要实行神的审判 所以马托撒他的信息啊 就告诉我们 有一天 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 将于大的灾难临到 将于神的审判临到 我们这许多人 都要面对着神的审判 好 那你怎么办 说到罗亚 听了那个信息之后 做到神的启示之后 罗亚在主面前 就动了一个敬畏的心 他从今之后 我这个人 不能够妈妈父母 活在这个地上 我要好好的爱神 我要好好的敬畏神 我要好好的来与生同行 所以到一路 都做这个启示 就马托撒那时的那天 神的审判要来到 他就说 那是这段时间呢 我怎么办 他就动了敬畏的心 什么是敬畏的心 那就说 我不能够再生日遍美国日子了 我要把神摆在我的眼前 我要有一个敬畏的心 来套神的喜悦 我的人生 不能够再像一往一样 无理无多 妈妈不过去了 我要好好来与生同行 我讲到有一个弟兄 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在一起聚会 一起服侍 这个弟兄他在建政 当他年轻的时候 他是在军队里面的 一个高级的 一个很有前度的一个年轻人 那么他一生呢 他虽然信了主了 他正想要到美国里学 将来呢 前度一个很 他为自己实际的 很光明的虔诚 所以他虽然信主啊 他聚会也不常聚会 也不达爱族 虽然信了主了 还是妈妈 那么他愚蜂 他正开着一部吉普车 当然司机开到 结果呢 他从北望南走的时候 就是公路上那天 正好碰见 大于亲本而响 所以这个事情 就非常谋不清 这个司机开车呢 也看不清楚 结果他这个吉普车 一照就涨到 路边一口大手上 一照了之后啊 整个车都关掉 那么这个弟兄呢 也就受了伤 当他醒来的时候啊 他整个人 已经躺在医院里面 手和脚 都撞伤 不能够动弹 所以他一个人呢 在医院里面 连脖子也不能够转动 手也不能够行动 两条腿也不能够行动 整个人 就频频地躺在这个病床上 他的眼眸 直那个 往正面 这边就没看 连转动都不能够转动 那是非常可怕 所以有弟兄姊妹去看完他的时候 就看见他就这么一个 平躺在病床上的一个人 但是神的恩典领到他 他就在病床上 他想到 我的生命 真是那么有幸 我从今之后 我不能够在妈妈屋里过生活 我从今之后 要好好开始爱情 要好好开始自己做 所以呢 等到过了几个月的疗养 他慢慢 手就可以动了 虽然有些疮伤 但是呢 等到我们认识他的时候 他 他那个手啊 还是 有点很不方便 所以他写着写的 本来写着很好的 就歪歪倒倒 他画画也画得很好的 他那个时候 以后的画画也本好好地画 那么他呢 就从那一天开始 就像病床起来之后 他一生熬了这一圈中 他又动了敬畏的心 因为我们在地上的年日 很有心 如果不趁着 经常好爱足 那一天 死亡临到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所以以后这个弟兄呢 好好追求 说好的爱足 和我们一同服事主啊 他就成为教会里面 一个父子的弟兄 这动了敬畏的心 动了敬畏的心之后呢 他就欲生同喜 三百年 好 感谢赞美主 这欲生同喜 今天我特别给大家讲到 一乐的特点 就是欲生同喜 什么叫做欲生同喜呢 我的灵魂就是 欲生同喜就是 神在哪里 你更找到哪里 神在的地方 我也在 神不在的地方 我也不去 所以欲生同喜就是 你看见了神所做的事 你就把你自己一生投进去 要与神在一起做 凡是神要去的 我跟着去 凡是神不要去的 我就不跟着去 那么这个应用在我们生活中了 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原则 那就是神在哪里 我也更做在哪里 神不在哪里 我就也不在哪里 所以有弟兄姊妹曾经问过我 王弟兄啊 现在我心来走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们心来走了之后 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可以做 我就很难回答他 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可以做 我只告诉他一些事情 你看看 你无论做什么 有没有神同在 有神同在的 你能够摸着神的同在 那就可以走 你应该去走 但如果做一些事情 他没有什么同在 你享受不到什么同在 那就不去 好像两个非常亲密的朋友 两个非常亲密的朋友 你要去哪里 我也跟着你到哪里去 你如果不去 那我也不去 这相亲相爱的人 就是你在哪里 我也在哪里 你不在哪里 我也不在哪里 那么基督做生活呢 就是这样 凡是叫我们感觉到 能够享受到神的同在 比方说 我们要去哪里 如果我去哪里 如果我去哪里 主要去 有主要同在 那就神说喜悦 如果我去哪里 神就不跟我去 又不不照神的同在 那就不可以 所以有人说 我可不可以 我也说可不可以抽烟 可不可以喝酒 可不可以看电影 我都不想回到他们 可以还是不可以 我只是说 你能不能够享受到神的同在 如果比方说 你去打牌 你去喝酒 你里面呢 没做神的同在 有神与你同在 你比方 越打牌 你越能够享受到神的爱 你越打牌 你越喜欢聚会 你越打牌 越喜欢祷告主 喜欢做神的话语 那你打牌 那如果 你打牌也好 作业也好 看电影也好 如果你去了之后 你不大喜欢聚会 你不大喜欢交通 不大喜欢和祖交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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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大喜欢和祖父亲了 不大喜欢和祖父亲了 你的爱情节就冷淡了 那就是神不与你同在 所以说神不与你同在的时候 那就直到你这件事情 就奔合走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可以包括我们 许多许多二长的小事 所以遇生同在呢 一个是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 遇生同在 在家庭生活当中 遇生同在了 那就是因为我们在家庭里面呢 有很多繁琐的事情 比方说 我们做父母的人呢 就常常为了儿女操心 有时候 看见儿女不好好的学习 或者儿女不大听话 不大乖巧的时候 你心里面就很烦躁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 因为 因为你 你觉得这个 我的孩子怎么这个样子呢 你里面心里烦躁起来 你失去自己的同在了 这个时候就有好的事情 所以我在中央经理学习了 就每当我的儿女不听话 不听话 好像 叫我心 心里烦躁的时候 好像住在我的里面呢 你看看 住家的人对我说 你看看 你的儿女 做了一些事情 叫你心里烦躁 你就非常痛苦 你知不知道 你儿女啊 就是你的翻白 你自己在神面前 在我天父的面前 你不也是这样不听话吗 你不也是这样不怪吗 所以当初 把这个意念放在我里面呢 主啊 感谢主 你借着我的儿女的光景 来显明我的情形 叫我在这里学习 从儿女身上来学习 如何在你面前 做一个顺从你 庆从你命的一个儿女 所以那时候就走去得不受 你看看 你为主 你儿女 你心里很痛苦 你知道天父看见你 在他的面前 也是这么 这么不顺服 这么不听话 这么做 天父是不喜欢的事情 天父对了你 怎样啊 天父满了怜血 满了慈爱 虽然 你不乖 虽然 你不听话 不顺从 但是呢 天父失重 用了爱的心 来怀化你 来护照你 等待你回到他面前 来好好地交度 所以主啊 感谢赞美你 现在我知道 我怎样做父亲 我怎样 来做父母 来效果天父 所以这样呢 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啊 就学习到 欲生同行 他在这里讲到 这个马托少人 他说 他欲生同行三百年啊 并且生儿养女 有很多人说 如果我们要天天 与生同行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 什么事情都不做了 我们就专门聚会 专门祷告 专门读圣经 专门服事 其他事情都不要做了 那除非我们全世界 那什么主才可以 我们就不能够工作了 但是呢 你看看 以那种人 要遇生同行啊 他并且生儿养女 那就一面遇生同行 一面呢 照样 尽人在地上 盖尽的本分 要生儿 大家生儿 要养女 大家养女 要去媳妇 大家去媳妇 要做什么 大家做什么 所以遇生同行啊 并不是说 你把其他事情 什么都放下 什么都不做 单单来到教会当中 祷告啊 祷勤啊 聚会啊 服事啊 那他做这些 不是这样 我们一面 服事主 一面 遇生交通 一面呢 那生儿要养女 就尽你 在地上 做人子的本分 在这并且 生儿要养女 还有呢 不当然是在家里 家庭中 遇生同行 并且我们学习 在日常生活里面 也是要来学习 怎样遇生同行 我觉得 我们许多 日常生活里面 比方讲话 是一个学习 遇生同行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功课 也就是我们讲话 讲讲讲讲 照着我们想啊 如果我们 常常赞美神 我的口中啊 就是感谢神 赞美神 从唱识祷告 这个道乱 与生同行 但是我们呢 很多时候 你讲话讲话 比方两个人在一起 讲话 聊天 聊聊聊到啊 许多话 你再讲下去 你就失去神的同账 我特别有这样一种感觉 到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啊 我们聚会啊 唱识歌啊 祷告啊 听神的话啊 含我这神的同账 但是聚会完了 我们回家的苦上啊 可能在汽车里面 可能在巴士上面 我们就为了一些小时机呢 和家里的人 或者会和弟兄姊妹 或者会和什么朋友啊 就争吵起来 所以讲话一多 里面就 就动讲识讲啊 讲的失去神的同账 所以主在里面呢 就开始 不要讲了 不要讲了 特别当我们在家庭里面 当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和人有那么真正的时候 主就说 不要再讲下去了 不要再讲下去了 你这个时候啊 你可回头 主啊 就不讲了 你保守着主的同账 但如果你还一直 我还要讲下去了 我就不管里面的感觉 里面的感觉说 不要再讲下去了 但我还是讲下去了 那就失去神的同账了 那就不是一生同账了 一生同账说 神说 你这么讲下去 我不与你同账了 你马上停止 好 不要讲了 不要讲了 还有呢 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 比方说 我们呢 就常常会计算别人的短存 哎呀 我也想到某某人 他是对我这么不好 那么不好 所以 哎呀 比方我是一世 我就想到 我这个哥哥啊 这么上天害理的时间 他们怎么这样 没有守住自己 居然把我这个弟弟 出卖到埃及去 所以我一想起来啊 我的哥哥做这些 你看 他们要陷害我 是我做煎熬 是我做奴仆 我一想一气 一想一气 这样就失去神的同账了 你里面呢 充满了气费 充满了恼怒 那里面就是啊 那个苦度就在你心里面呢 燃烧起来 你就失去神的同账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逐渐教导我一件事情 你要如果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替对方想想看啊 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他为什么讲那样的话 他为什么对你这么不礼貌的态度 你要知道 他可能 他心中有不得意的痛苦 他在公司里面受到气 他在同事中间受到委屈 他里面啊 也很痛苦 所以啊 他不能够不着意给你发心发心 那么 他不像 你是他最亲密的朋友 他不给你吐苦水 他不像你发疮发疮 他就像水发疮 所以你看看 你刚才不是想你哥哥 为什么出卖你呢 你要晓得 你的哥哥啊 常常看见 你身上披着彩衣 父亲不是跟你披 做了一件彩衣给你穿上吗 你在你面前都有帮彩啊 你在人面前都有荣耀啊 那你这个哥哥呢 他们享受不到这么容易 所以他心也痛哭 看见父亲爸爸 你看父亲爸爸的爱都归给你 他没得到 你是占尽了好处 那他们呢 可能什么都没得到 你想想 他不照你发疮发疮怎么办 所以你站在对方 你想想 哦 原来是这样 所以 当我一想到 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我去想 我不要再激烦他们的恶努 我不要再去思想他们的胆处 因为你越是向他们温柔的胆处 你心里面就气愤 你心里面脑怒 结果你去失去神的同战 所以呢 帮你 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一想 借着这件事情 神要教我学习功课 神功能的前书第十三章讲到 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我们经常计算病人的恶 就会教我们 失去神的同战 那还有一点 那还有一点呢 不仅是坏的话不能讲 会失去神的同战 又是讲好话 也会失去神的同战 有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啊 我们去讨别人的好啊 就讲讲一些奉承的话呀 讲讲一些惨美的话呀 讲讲一些好像 总是不是那么真实的话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里面呢 你于是讲这些话 惨美奉承 就里面就失去神的同战 神也不站在你这边 神也不喜悦 所以不仅是坏话不能讲 好话也不能讲 主要的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神的同战 有神的同战 什么都可以做 没有什么同战 你就什么都不能做 这就是遇生同行 好 好 那我们再来讲到 遇生同行呢 他遇生同行三百年 这个世界啊 河顿的长 三百年啊 三百年啊 我想想哪里 如果 我遇生同行三天啊 我就容易做到 三天 整天之间可以过去 那三个礼拜 哎 哎 就不大容易了 但是咬进牙关呢 勉勉强强 也许还可以做到 那三个月 那三个月 那就很难了 那三年啊 那更能做不到 那遇生呢 不是三天 不是三天 不是三个礼拜 不是三个月 也不是三年 也不是三十年 那是遇生同行啊 三百年之久 那就讲到 我们的操练啊 要学习 长期遇生同行 你只有经常 在神面前学习 所以基督徒啊 要具够实践的考验 实践是一个非常大的神的工具 来考验我们 不是短时间我们清清楚 不是短时间和神交通 那是要长期期的活在神的面前 所以当你长期期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啊 在你身上呢 就预够有那个显著神的形象来 掌显著主的荣美来 所以有人说啊 这个夫妻两个人啊 刚刚结婚的时候 各有各的苦心 各有各的生活的习惯 就不大一样 得到夫妻两个人啊 经过长一段时间 经过十年 经过二十年 经过几十年之后啊 慢慢到晚年的时候啊 两个人的脾气有点接近 两个人的生活方式有点接近 所以夫妻两个人本来是不像的 后来因为长期在一起 所以教徒慢慢各方面都改变了 两个人越来越像 我们玉神教徒也是这样 玉神教徒长时间玉神教徒啊 就是我们主的形象 在我们身上一点一点的写出来 将我们在主面前 能够更多的恩典 好 我们再讲第三点呢 义诺他与神同行 不仅是与神同行 并且义诺还为主之见证 义诺在犹大书里面讲到 他说亚当的欺世生义诺 他承接预言主耶稣就得了再来 刚才我们读过这段圣经 说亚当的欺世生义诺 承预言这些人说 看啊 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 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 证实那一起不敬虔的人 所忘形一起不敬虔的事 又证实不净确止罪人 所说的刚笔话 所以基督徒生活的目标 不是为圣而养女 也不是为了赞钱 为了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 基督的生活目标呢 那是为了凝结主的再来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记得 当他第二次再临的时候 他要做审判的主 要顾问我们一生的所作所为 我想这一点我们简单一点就好了 最后一点呢 来讲到活着背景 所以等到一诺遇生中 三百年之久啊 到了三百六十五十的时候 就一诺就被神娶娶 他就不在世界上了 他就活着被提到神的荣耀里面去 所以这一段圣经里面 给我们看见 就被提进到荣耀里面 乃是一个人 经常与神同行的结果 我在思想的时候啊 我觉得就好像一个气球 这个气球啊 一般的物体 他都是 受地心系列影响 都是下下罪 但是呢 如果 这个气球里面 充满氢气的时候 那么这个气球啊 就不受地心系列的限制 他确实可以望上飞升啊 一诺又生同行啊 本来我们这些人 都是受地的吸引的 都是这个地上的东西 把我们吸引住的 很不容易逃脱世界上呢 那许多的诱 但是 到我们里面充满氢气 充满天上新鲜的空气 充满天上神活不生命的那个 那个荣耀的啊 神的荣耀神的爱 到天上神的生命充满在我们里头啊 遇生同行的肌骨呢 那就像氢气啊 越过越多充满 越过越多充满 这个气球 我们这个人像气球一样啊 就不再受地的狭子 就不再受地的吸引 确实能够相向 相伤而去 能够飞升到荣耀里面去 所以 我们每一个人 都渴望 能够像一奈一样 就活种 不常思维 能够见到神面 但是这件事情 要怎么样能够做得到 就是借着欲生同行 欲生同行的结构 所以活着被基督的被体啊 那是天上的荣耀 天上神圣的爱 将你的心充满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不能够再吸引你的 你就飞升而去啊 就进到荣耀里面 欲生同在 好 那么最后呢 讲到 今天 正是一个非常的时期 那个 新冠状 那个病毒的疾病 流行在世界各地 这个死亡的权势 这个死亡的权势 死亡的威胁 都不满在我们的手里 所以很多人不能工作 做生意的不能做生意 上学的不能好的上学 我们要除了买东西 也是很大的限制 很多的方便 所以这个灾难啊 我们来读新闻的时候 我们看见 一直在进行一直在进行 我一生当中 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灾难 一万一时再起 不是短时间 那这次的再起 那么长 那么广 整个世界 每一个地方 不转然 那我们怎么办 所以忆乐的一生 就告诉我们一条必死的毒 就是欲生同行 那么欲生同行的操练呢 因为有人就会问 那怎么样欲生同行呢 这个很难啊 所以我就想呢 欲生同行呢 可以分成两方面来操练 一个是定时的操练 一个是随时的操练 定时操练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呢 可以每天定一个时间 或者两个时间 来欲生交通 欲生交往 接到唱唱诗歌啊 得到圣经啊 欲生讲话啊 活在神的面前 这个是定时 早晨晚上 或者哪一段时间 你这方面 操练欲生 也同 你欲生交往了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随时 就像一个姊妹一样 到早晨起来的时候 主啊 我也早起了 你的阳光 你像阳光一样 来照亮我的里面 到他穿衣服的时候 主啊 你是我的静音衣袍 我要把你穿上 屁带在我的身上 到他吃饭的时候 你再说 主啊 感情赞美你 你就是我的生命的粮食 你就是我的活权 有一个弟兄呢 他开车出去的时候 他总是说 主啊 他在他上 我现在到那里去 你也有我同学 他去吃了个里面 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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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非常好 第一节到第三节 他是讲道 主把我们的魂隐藏在他的盘石虚众 那就好像一个蝴蝶的蝴 躲在箭里面 所以那一段时间这个蝴是藏在箭里面的 他经过一段时间 他什么都不动的 安安静静的藏在里面 到了第四节就不同了 第四节他整个调子都变了 前面几节都讲到他隐藏我本身的盘石虚众 在享受主的国家永留 到第四节他的复活变化我与他光明为一 与他相遇空中云万 与亿万众生藏在穷床高处 一通汗处他爱无穷 这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这个蝴蝶的雍啊 突然之间到了春天了 铺结而出了 本来是藏身在那个箭里面的 现在这个佣啊 他从箭里面就出来了 一出来了之后啊 就向上飞升了 所以这到第四节唱了呢 那个调子都变了 我觉得如果我们有钢琴 钢琴的弹的话呢 比方说啊 一个调子啊 第一节到第三节 这是低调 那么到第四节呢 最好变调了 高一个度就变成讲义调 所以告诉我 现在我们唱啊 在现唱第一节 比较平稳一点来唱 到第四节呢 我们要高声 好像蝴蝶飞升到空中一样 在那个苏天的空气里面呢 来享受主耶稣复活的荣耀 好 我们接唱第一节是哈 他的奇妙救助 神耶稣我主 他是我的奇妙救助 他隐藏我会 在办事的学中 那里我借了全永留 他隐藏我奔 在办事的学中 因疲甘寒 疲乏之地 他教我生命 藏他爱的深处 又用他深处来治病 又用他深处来治病 福获变化我 以他国民为理 与他相遇空中圆满 与一万众生藏在穷层高处 一同寒出他爱无穷 与一万众生藏在穷层高处 一同寒出他爱无穷 我愿将全人认识他生爱主 仍有他生所来遮蔽 仍有他生所来遮蔽 我们祷告 主 愿主 愿你的生所 把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的魂 都隐藏在你盘石去中 在今天这样一个艰难的时代 主 我们就得 今天我们要常常被世上许多的学生传来 主 借着今天这兴起的环境 你让我们渐渐 你让我们渐渐透进教 熟悉的发展 让我们今天真实学习 隐藏在你里面的时候 等于一天我们荣耀的主耶稣的驾勇降临 要了提及的众生徒都进到荣耀里面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一天我们的背景变化 我们面对面进到你们荣耀的救主 赞美主我们建立面的时候 我们都要变化向你 我们把荣耀敬拜爱戴都归给你 取主的祝福 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当中 真是我们扎根在处的生存的时候 我们把敬拜荣耀爱戴都归给你 靠主耶稣祈祷的圣灵 阿们